你怎麼還沒長大啊 金馬52主持人林志玲 變回學生的模樣 但還記得這朝經典同框畫面嗎 我長大會變那樣 志玲姐姐教秀又腼腆 不過10年前第一次 主持金馬時這衣服一脫 印第更尷尬 謝謝 妳這個脫下來要誰幫妳拿啊 那個 梁朝偉先生可不可以 幫我拿下我的披薩 不好意思 請接受我祝福的擁抱加油 10年後 換主持人Ella來接棒 不能輸也來愛的抱抱 只不過 帆帆寶貝 辛苦你今天飛一整天的飛機 而且呢 而且呢 你出關的時候 我看到你坐輪椅 我好心疼啊 坐在廖凡大腿上 被酸玩笑真的開太大 但鋼金馬獎這種大型盛會的主持工作 主持人扮演著畫龍點睛的關鍵角色 冬天快到了 你要不要進去加件外套 而且 你穿這樣不太好看 各位 這個人是我最想念的小天 去年你最早走哈 今天你最早上台哈 金馬五時 阮金天因為趕著拍軍中樂園 提早離席 事後被罵翻天 隔年 黃子焦身為主持人 還是不放過他 韋寧寧寶貝 韋寧新演員加油 韋寧你不能叫寶貝 為什麼 韋寧的寶貝可是有來的 你只有阮金天啊 是啊 他剛出來過了 你搞不清阮金天的特色就是早退 但主持人要玩出 好哏又不能太超過 因為會被人拿出來比較 大家也都戰戰進京 你難道不知道 我們倆不能同台嗎 你知道他今天有家人入圍 所以他來頒這個獎具 有特殊的意義 你可不可以稍微大方一點 他是存心帶他爸來嚇我的嗎 人家很大方來了 你可不可以 作為主持人也大方一點 好啦 我願意過去迎接他 可是會把他扮倒 不要這樣子 我的賤呢 我的賤拿來 你們好冷漢 最後還是市集大和解 我覺得光對白不夠 要不要來個擁抱 I'm fine 我捏他的頭 我抱他的頭是 我其實在捏他 不要偷捏人家 如果實在 你根本不是我的敵人 你是我的恩人 不要掌握他 即使是今年 接主持棒的討金營 已經是四度主持的老手 去年也在金馬上 抱不少料 他 還特地來替我們頒獎 還穿著高跟鞋 這樣的暗示很明顯嗎 也不要急著否認 反正我們不承認不否認 還可以炒三個月的新聞 疑似爆料舒淇 懷孕連范冰冰也不放過 其實范冰冰 不能講對嗎 現在不能講 沒辦法 為了舒緩緊張氣氛 主持人玩笑尺度 只好大放鬆 淘金營今年再度獨挑大梁 會不會又有金馬驚喜呢 觀眾拭目以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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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請非常喜大